贪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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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将军 诏书 母后夫人 我对你早有爱慕之心 父王龙体垂危 他宴家之后 我杨广可就是一国之尊 你就是正宫娘娘 太子 不要这样 夫人 你依从了我 咱们共享荣华富贵 你就依了我 太子 我一定美生你父王 这乱伦之事万万使不得 我太子 禀报太子 张恒求见 进来 太子 这是从驸马爷身上搜出的诏书 是送给您哥哥 杨勇的 杨勇我儿见诏速来见驾 我亦费阳广 立你为东宫太子 太子 怎么 刚刚飞掉杨勇 立您为太子 皇上 皇上怎么又反悔了 皇上怎么又反悔了 我儿不希望要先下手 强 张行 臣在 臣遵命 皇上 您会好的 杨勇我儿回来了吗 皇上 皇上 你 你 出去 出去 好 难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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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你打完啦 你 弟弟 你给哥哥我 喝的是什么酒 兄弟给哥哥敬的是归天 好狠毒的贼服 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 乡亲们 杨广是个昏君 说的是随堂 见一暗天也会 豺狼当道 这百姓难安生 爱红红遍延 那生命早逐谈 天地之间出了一个浩瀚城妖街 一把开山不耗其真归神 这身他就变香 冲爆万粮 这忙含也要执掌千坤 那一把银子的歌 不得不耗其真归我 面对那徒刀 他生死全不论 下干一旦更有可人爱心 鞋肝而起 这英雄回忆绝 赞胆长长 混世莫邦 浩瀚长妖精 一把开山谱 好几灯归身 舍身他就天下 从宝安良者盲汉也要执掌乾坤 他杀死了他的父亲 堵死了他的哥哥 霸占他的后娘 还戏弄他的妹妹 他多功篡权 他算什么求皇帝 他是个衣冠禽兽 他怎么能当皇帝 隋阳帝杨广 他是个无道的昏君 什么 他敢骂皇上 抓住他 抓住他 逼死了多少黎明百姓 拆散了多少家庭骨肉 抓住他 让开 抓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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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逼死了多少黎明百姓 拆散了多少家庭骨肉 抓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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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这小妞还挺厉害 大胆刁民长咬筋 你竟敢辱骂当今皇上 打死严巡罪该万死 绑夫刑场 立即斩首 徐游泽 你给我等着 这就是辱骂皇上打死严巡的罪犯程咬筋 谁就是我 来世再见了 阿丑 阿丑我儿 娘 阿丑我儿 那是我娘 阿丑 娘 你要是走了回娘我可没法活了 娘 你不孝的儿子这就走了 来世 让我再偷你的胎当你的儿子吧 再来孝敬你老人家吧 阿丑 娘可没法活了 娘 娘 我阿丑 不能孝敬你老人家了 原谅你不孝的儿子吧 娘 走 走 快点 阿丑 快点 快点 阿丑 娘 阿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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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阿丑 娘 娘 看见没有 这个卖丝严的还真是条好汉的 真是个英雄 好汉爷 兄弟我 敬你一杯 请 多谢了 乡亲们 咱们来世见 众乡亲 来世见 五十三客已到 乡亲们 来世再见 哎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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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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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啊 走 娘 我给你跪下了 你生我阿丑的时候 是我福大命大 没有想到 再过两个时辰 我就要去见阎王爷了 娘 我不能再孝敬您了 娘 老弟 我要是能先出去 我一定去看你娘去 娘 程晓芹 出来 你快点出来 不是还有两个时辰吗 行行好 再宽限他两个时辰 你也出来 我也砍头 看你吓得这个样子 皇上开恩大赦天下 你们都快走吧 快点 真的 啰嗦什么 赶紧走 快走 老弟 这回你也死不了了 快走吧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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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姐 你怎么还不走 丫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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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没事 咱们回家吧 咱们回家 快点 咱们快走 快走 放你出去了 你怎么还不走 还没见过不愿意出监狱呢 起来 来 来 想让我进来就进来 想让我出去就出去 不 你成爷要酒喝 好 快给成爷敗酒 快 成爷息怒 酒来了 给您走 您喝酒 您息怒 爹 慢点吃 爹 您老还有 爹 不能吃的太多了 咱们走吧 谢谢 您老慢走 慢走 走吧 回家再吃吧 让开 让开 走开点 让开 小娘子 你大喜了 干什么 你们要干什么 干什么 我们公司看上你了 这是你的福分 请你跟我们一块回相府 和我们公司共享荣华富贵 放屁 快给我滚开 上 你快给我滚开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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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妞 小妞 如果你跟我走 没你亏迟 打得好 你赢我 就放你走 你还是乖乖的跟我走吧 你这个王八日的 哪来的野汉子 鸭子 要命还是要那姑娘 我要命 我要命 壮士饶命 快把他们放了 不然我打死你 分明分明 壮士饶命 去你奶奶的 快把他们放了 快把他们放了 放了 多谢 多谢 有之恩的 谢谢 好了好了 回家吧 快走快走 黑大哥 你小子等着小妞 你等着小妞 你哪得孙子宝 哎 等这个 不要 大 大 我说大 我们不要这个 不要 我说大就大 这件衣服是见过血的 闭血 你这人真是 不要不要 你快给我滚吧 你 老子听闲话 解释掉 老子见过 娄秀子碰贵 拍脑袋磨血的事多了 我还怕他 是 王老子 我要当当 呦 这不是成爷吗 哎呀 多时不见了 哎 成爷 您啊 甭跟他一般见识 滚 成爷 您当什么 当这个 执掉钱 好说 好说 快执掉钱 是老爷 他们不认识您 多有得罪 不喊 衣服啊 您还穿着 算我送给您的 我说当就当 鞋票 那您不就 其量了吗 那你别 管车也管 好 鞋票 是老爷 重之以后 求一一箭 实调 老师的钱 来 来了 你说好 娘 娘 娘 你的阿丑回来了 娘 娘 娘 阿丑 我儿 阿丑 你还活 我这不是在做梦吗 不是 娘 是我 我 是你的阿丑 我的阿丑 来 以为再也见不到 那能呢 过来 坐这 你不成熟大负担 把王八蛋都怕 好 你煮野菜吃 坐这等着 吃的 你看 特意给你买的 尝尝 来 来 上 喂你吃 香吗 香 来 娘 往后阿丑 再也不离开您了 咱们娘俩好好过日子 你天天吃点心 卖耙子 卖耙子 快刷 到时候我得刷完 谁要耙子 掌柜的 要耙子吗 你这个人眼瞎了 你不认识字了 什么时候 说话话啊 认识的 是承业 万老财 你什么时候搬到这儿来了 承业 这是我的绸缎庄 哦 你看 长屋了 该是吃 我请客 前面惠仙楼喝点 弄我的爬子 把我的蚊子搬着呢 你放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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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位 你这边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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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你这边请 来 你这边买亮了 二位爷 吃点什么 承野 您吃点什么 尽管说 来盆咸萝卜 一盆花生仁 赶紧吃完了 我还得回家看我娘去呢 承野 你看到这来吃饭的 哪有吃咸萝卜的 来是个上等好菜 来一大坛子酒 是个上等好菜 一坛子白酒 你里边请 我说万老财 你什么时候大放起来 这算什么 只要你看得起我 我还求之不得呢 来了 我还求咸萝卜 你还求咸萝卜 我还求咸萝卜 你还求咸萝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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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求咸萝卜 我这真的 成爷 你看这饭庄怎么样 好不好 感情 请问是谁该上这来 你知道这饭庄 是谁的吗 谁的 这饭庄的公家 就住在附近的汝南庄 姓游 明通自俊达 外号人称铁盘管 铁盘管又怎么样 这个游俊达可是个凶恶之人 专气负老实人 拐骗妇女 无恶不作 这范庄 就是他去年霸占来的 上这吃饭都得老老实实 他要多少钱就得给多少钱 说半个步子按倒就打 屁 我就不信心 专业 你小声点 小声点 我是怕你吃亏 先你打个招呼 免得挨他们的打 游俊达算什么东西 专业 你别喊了 你千万别发火 叫人听见了 到庄上一告 咱们可就全玩完了 专业奶奶的 你怕他 我不怕他 怎么回事 我想骂就骂 想打就打 去打他吧 游警长 有种的你给我出来 今天我砸了你的饭桩 给大伙出出气了 nichts 您想要不要 猜 Bei 氏 舍 快 屁打开 是 打 打 真 快走 那小子不分青红皂白 一脱落砸 把桌子都给掀翻了 快走 狂徒住手 是你 是我 我就是这儿的东家 游俊达 壮士 那天在法城 多亏你救了我 要不然我早见阎王去了 请受我一拜 多谢你的救命之恩了 好汉请起 快快醒起 真是条好汉 游俊达 你在这儿开饭庄 欺压百姓 抢男霸女 我也不饶你 满大妄为 无端砸我范庄 是何道理 好小子 你找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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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小子 来吧 来吧 一怕死就不是好汉 真是不怕死的狂徒 拿酒来 我们这儿有个规矩 正是交手之前要先喝一碗酒吃一块肉 你敢喝吗 来吧 慢说是酒 就是巴不断肠散 我也敢喝 朋友 这儿有一块肉 给你压压酒 张开你的嘴巴 来吧 大胆狂徒 你要是真有胆量 就跟我到庄上一笔高地 不怕地方太小 不方便 男子汉大丈夫还怕你 别说到你庄上 你爷爷到皇家宫 衙门府建楼房都不怕 还怕你小小的庄子不成 走 给爷爷带路 请问这是程敖金的家吗 你爸丑不在家 你们要抓就抓我吧 您就是程敖金的母亲吧 是我 要怎么样 那请您上轿去看您的儿子 我说这世道怎么变了 怎么皇上抓人还用轿子抬着 来 赶 赶 常言道 好汉护三村 好狗护三林吗 对 我 有毛不才 但也略小大义 怎敢胡作非为 我在法场就见你豪气过人 哪里 实在是令人钦佩 哪里 今日酒楼相遇 是你我兄弟的缘分 对 来 干 请吧 来 干 干 这个万老财真不是东西 我还以为他狼仔的变性了 闹了半天 他在骗我 说你坏话 我要找他算账去 任兄 小小的万老财 何时收拾他也不值 不要生气了 小弟实在是敬仰任兄 我有一事相求 不知可否 有话你就直说 别总来这个可否不可否的 温走走酸溜溜的 烦死人了 任兄 小弟我最近无英雄 可惜多年不遇了 今日与任兄姓慧想结成八败之交 不知任兄意下如何 扯来扯去 你想跟我拜靶子 那再好不过了 我娘只生了我一个 正想找个兄弟 来 咱们磕个头 待会儿 我得你借咱娘去 好 阿丑 伯母 欢迎您老人家 好好好 娘 您怎么来了 阿丑 我以为你又给抓进大牢了呢 我这行色 皇帝可真开恩 到大牢看儿子 还用轿子抬着 不得了 伯母 我尤俊达 一和大哥结为兄弟 是啊 请母亲受孩儿一拜 好 母亲在上 其受孩儿一拜 我说兄弟 我老程是个穷光蛋 一个大字不识 要钱没钱 要事为事 要本事没本事 你为什么要教我这个废物呢 我看这里面一定有点道 今儿个我也非问个明白不可 哥哥 你说的果然不差 这里面是有点说道 哥哥 你看当今皇上如何 要我看 不管是当古还是当今 当皇上的没有一个好东西 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坏蛋 特别是那个杨广 哥哥 说话要轻点 你说的对 特别是这个隋阳帝 篡夺皇位 杀父侯兄 妻娘细妹 他和老奸臣宇文化级狼狈为奸 弄得百姓怨生载盗 皆干而起者 到处都是 哥哥 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 不趁此乱世 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更待何时 好 说得好 兄弟说得对 再往下说 说咱们山东 老匹夫靠山王杨林 为了给他的侄子敬献礼物 在山东增加捐税 逼得无数人欺离自散 家破人亡 听说这个老贼供收的黄钢白银48万两 还要运往长安呢 这么多 这是一笔不义之财 不能让山东百姓的血汗流进隋阳帝的药包 所以兄弟 打算把它结下来还给山东的百姓 我想找你做个帮手 这就是我和你相交的意思 兄弟 你算找对人了 为了山东的百姓 我程绕金就是掉脑袋 也不说二话 咱们就这么定就这么干 不知大哥都会什么武艺 武艺我什么也不会 这些兵器大哥都不会吗 一件也不会 再说也没人教我 会不会能怎么的 反正胆大不怕死就行 那可不行 光胆大不会武艺 打起仗来要吃亏的 你看看这些兵器 你选一件 我来教你 这件不错 好 我就用这把斧子吧 这是八卦开山月 重八十四斤 我就叫它斧子吧 行 你叫什么都行 哥哥 哥哥要认真练 你不知道杨林有十二太保 哥哥都武艺出众 要把押送的黄刚拿到手 那可不容易 你就瞧我的吧 从今往后 谁要敢 说半个步子 我就把他的脑袋干掉 听说靠山王杨林那个老贼 为了押送黄刚正在训练他的十二太保 王爷 王爷您请看 杨林 他们各个是蛟龙猛虎 所向无敌 今天再也不怕响马结荒缸了 是啊 今年的荒缸 到了他们就会平安的送到皇上手中了 我也叫高神不悠喽 他不会武功可怎么办 昨日教他他还不爱学 说自己琢磨去 谁说他不会 你看 你本来武力警通 为什么和我假装不会 原来他没说实话 练得好 练得好 怎么了 你怎么了 哥哥 你醒醒 你醒醒 你怎么了 兄弟 天亮了没有 天还没亮 哥哥 你的斧子练得真不错 练斧子 你怎么知道的 你刚才骑在板凳上练武 我们都看见了 你还瞒我们 没有 你看 对了 我刚才做了个梦 在梦里我骑着战马去接皇冈 正好遇见官兵 我就冲上去跟他们打了起来 我正打得起劲 你们就把我叫醒了 哥哥 你梦里练着武艺就很好 真要是到了战场上 就像你梦里那几下子就行 你再练练 给我看看 瞧我的吧 屁脑袋 好 小鬼剃牙 没有 掏耳朵 不错 兄弟别见笑 就这三下子 还有吗 没了 都还给老师了 哥哥 你再想想看 对了 还有半招 手带脚 这一带常有响马出现 去年那批黄钢就是在这被劫的 咱们得小心点 哥哥 咱们这就分手 你绕到那边去 你得手 我立即冲上去 好 好 随我来 报 二位太保 前面林子里发现响马 保护好红 是 去 这 在这 这 对 此山是我开 此树是我栽 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才 牙崩扮着不字 也有我管杀不管买 管杀不管买 大胆想马 吃了雄心豹子胆辣 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拦截黄钢 难道你们不知道王法的厉害 什么王法不王法 少废话 快把黄钢留下 要不然我一扶子把你们都砍了 要不然我一扶子把你们都砍了 过来 赶索 赶紧 这个黑大哥响马 真厉害 看我的 有种的你过来 来呀 好 好 站住 兄弟 那个小马真厉害 怎么办 小马 你是什么人 有胆量敢报个名吗 大丈夫敢做敢当 你也敢接黄刚就敢报名 我叫程耀金 我兄弟叫尤俊达 他说什么 好像叫程达尤金 好 程达尤金 你给我站住 站住 哥哥 站住 哥哥 不要再追了 我们截的是黄刚 他们都吓破了胆 还问咱们两个的大名 我都告诉他们了 好糊涂的哥哥 哪有截了黄刚报姓名的 人家还不按名来抓我们 挺好的事 让你给砸了 老天哪 我怎么没想到 废物 你们两个人 你们两个又把黄刚给丢了 连本王都担罪不起 这还了得 那程达尤金 笑掉大哥的头盔之后 上千的响马冲了上来 我们实在挡不住了 海儿有罪 罪开万死 罪开万死 来人 把他把他推出去 下落 不王 不王 王爷 刀下留人 不王刀下留人 王家在上 两位太保丢了黄刚 理应问战 念他人对朝廷赤胆忠心 对王爷竟如生负 求王爷格外开恩 好吧 看在你们面上 饶他们不死 把他们拉回来 谢父王不展之恩 起来 将你们看到的那个程达尤金的相貌 要告诉画师制成了图像 告诉百姓悬赏捉拿 遵命 文告山东七十二堂关 现一月之内 务必讲响马机囊奔罪 否则全部革之查办 特别要告诉历程县直前徐佑德 在他的地段发生了这事 要是拿不住响马 先杀了他 世众 看清楚没有 这就是长达尤金的画像 杨林老王爷说了 要是拿不到贼人的话 我命休矣 太爷 以小人之见 如今只有一个人可以捉拿贼人 你会说是谁 此人就是我的好朋友 我命休矣 原在本县当过快马的秦琼秦淑宝 哎呀呀 对 你这么一说 我倒想起来了 秦淑宝武艺超群 见多识广 快去把他醒来 他一定能够捉住杰黄刚的降马 虞兄受命协助虞之县 半离此案 真是件大案 不知贼人 躲在何处啊 贤弟 咱们是多年故教了 这个县的陆林好汉 尽规贤弟管辖 此事出在本县 还要贤弟为于兄指条名路 不知贤弟能否应允呢 哎呀 二哥 小弟当年虽然做过几年瓢把子 但前年春天 为金盘洗手退出陆林了 小弟对此事实无所知 爱莫能助啊 贤弟 贤弟 虞兄这次出头 一不未明 二不未立 更不想替官府补犯人 只想把事情弄清楚 如果是好朋友干的 就设法帮他一把 贤弟既然不知 虞兄告辞了 贤弟 请留步 大哥 术不远送 贤弟再会 再会 大哥 快出来吧 大哥 可把我闷坏了 可把我闷坏了 再不放我出来就把我给憋死了 大哥 坏了 他们的官司要犯 什么 官司要犯 你怎么知道的 方才秦琼来了 他假装调计 实施探听叙事 如今有可能去报告官府了 他奶奶呢 秦琼算个什么东西 我就把他宰了 大哥 秦琼可不是等闲之辈 他一匹黄标马纵横山东 两只熟通俭盖 盖牙武林 马上马下文物全彩 你怎么能是他的对手 那你说怎么办 既然那姓秦的不仁 那就别怪我姓尤的对他不义 现在只有和他拼了 杀了他在进山造反 也免得他告到官府去 说得对 庄主 周能 什么事 庄主 那个姓秦的他又回来了 去把棺材撤了 拧棚拆了 告诉我所有的家人院中待命 是 兄弟 我干什么 你也把斧子预备好 先到屋里躲一躲 听我招呼就动手 好嘞 看我的大斧子吧 好 二哥 请 先弟 刚才还说伯母的丧事要办七七四十九天 怎么这么快就撤了 我家的事我说了算 就不劳你费心了 刘俊达 为了朋友的事 我费点心 又何妨 你要干什么 我是为公事而来的 什么公事 我说过了 为了丢失黄刚的事 我也说过了 我全然不知 你不要再瞒我了 俗话说 要想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你安排吊丧来掩人耳目 岂不是不打自招 说明你贼人胆虚 你外穿笑衣 内穿大红 是你自己结了自己的底 贤弟 我姓秦的 可是个朋友 贤弟 你把实情告诉我 咱们好商量 如果要是在我姓秦的面前耍花招 那可是枉费心机 姓秦的 这么说 你知道是我结的黄刚 不是你还有谁 不错 是我干的 怎么样 什么呀 上 你是老子结的黄刚 你又怎么样 我知道是你们结的 好 让我来 好啊 你小子 上 上 上 这小子还真那么厉害 来 来吧 你们奶人敢上来 我就先打死他 上啊 别管我 快上啊 来 游军打 你这个书包快上啊 上 你赶快叫他们都撤去 不然我砸了你的脑袋 砸了我的脑袋 你回去也交不了差 你还嘴硬 我问你 你的父亲 是不是叫程友德 是程友德又怎么了 可你小子不要记错了 不是如今的县太爷徐友德 我的好兄弟 我总算把你找到了 你不是办案的秦琼吗 我怎么又成你兄弟了 你先别急 听我娘说 当年在马铭关的时候 你父亲程友德和我父亲秦子后 是蒙兄弟啊 这几年我娘到处打听你们娘俩 看了你的画像 挺像我娘说的那个样子 你耳根后面有颗黑质 那就更没错了 咱们是干兄弟啊 哥哥 兄弟 哥哥 受小弟一拜 兄弟 快快清起 快快清起 兄弟 二哥 也受小弟一拜 兄弟 叶黄刚的事 哥哥我替你们担待 太好了 多谢哥哥 多谢哥哥 咱们秦二哥可真是武林高手啊 感情 想当初秦二哥捡打山东六府 骂他黄河两岸 谁不知秦二哥秦穷秦叔宝啊 大哥 明天是秦二哥的母亲六十大寿 山东各路运行都聚集在贾家楼为秦母拜寿 你看我们送下什么礼 秦二哥 既是咱们的朋友 又是咱们的救命恩人 秦母呢 又是我的干娘 自然要多送礼了 你说带多少号呢 咱们结的黄刚是四十八万两银子 留一半 带一半怎么样 送二十四万两银子 这怕不妥吧 咱们结黄刚为的是救济山东穷苦的百姓 怎好送给二哥呢 怎么了 你心疼了 二十四万两银子 那算个屁啊 你这个朋友有什么用处 大哥 大哥 你可别误会我的意思 给秦二哥上礼 我绝不心疼 卖说是银子就是命也给 我怕是上礼多了 给二哥惹出是非来 得了 别再往下说了 你怕出事 我不怕出事 你心疼银子 我不心疼 干脆 你上你的礼 我上我的人情 我自己想办法弄钱去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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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你们抓我去休养河 我家里还有八十岁的老母亲 靠谁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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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跑 快跑 官兵为什么抓你们 当朝宰相的小儿子宇文成慧带领着官兵到处抓人去给他们绣运河 昨日的宇文成慧他在什么地方 他抢了民女在我们庄上循环作乐 你们这些畜生抓民夫抢民女 你们还让老百姓活吗 岳掌大人实在是委屈你了 你还我女 你家的小妞能跟我玩 那是她的造福 让我去哪里 我רכ人 先去哪里 你得把不习惊 你得把不习惊 看我把不习惊 娘子 别着急 待会儿我就陪你上床 是你 我去那房找娘子去 是 公子 要加小心 公子 慢点 娘子 我来了 咱俩在一块儿玩玩 我让你想不尽的荣华富贵 怎么你还剩我的期望 娘子 我马上就给你松绑 咱们马上就上床 别不好意思 等一会儿你就知道我多么的温柔了 娘子 快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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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上 你敢骗我 我咋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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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快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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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忍住 这就好了 上上我这腰 一会儿就不疼了 这是我祖传秘方 在这兵荒马乱的时候 准备点帮床药 还有好处 来 别动 你这歇两天 好了 我让丫头给你做饭 老伯 你过来 过来 什么事 壮事 你姑娘长得那么好看 嫁给我这丑八怪 她乐意吗 乐意 乐意 真的 反正我乐意了 我的老丈人 我可早乐意了 爹 他的伤不碍事吧 不碍事 没有伤筋动骨 上上药歇两天就好了 那就好 我去做饭 一丑八怪 你 好 我被帮你了 我把你做饭了 如果我给你了 我把你做饭了 你做饭了 我的老娘 你做饭了 我把你做饭了 愁是愁了点 可人家心眼好 心好 也遮不住脸丑 脸丑点怕什么 嫁着给他 咱们有了依靠 在这皇上无道 兵皇马岸的年头 爹为你操了多少心 他长得那么丑 活像个丧门神 我死也不嫁 丫头 爹都这把年纪了 就你这么一个女 你就依了爹吧 爹 我就是不嫁 你轻点 你吵醒人家 他走了 他说着就烦脸了 骑上马就跑了 咱们也绞不住他 不知成大哥跑到哪去了 是啊 跑到哪去了 大哥 哥哥 贤弟 各路英雄都到了 就等你了 我去找宇文成会算账去吧 大哥 昨天的事不要往心里去 快走吧 我没结账钱 可我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是吗 是吗 贤弟 什么大事 我把当朝宰相 宇文化吉的小儿子 宇文成会给宰了 干得好 干得好 来 各位 各位大哥 各位英雄 我在这里给各位作医了 来 我给你们介绍介绍 这是我的表弟罗成 这是成大哥 拜给大哥 罗先帝 这是善雄信 善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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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是魏征魏先生 魏大哥 魏大哥 这是徐茂公 徐先生 徐大哥 徐大哥 各位英雄 各位好汉 我给大家介绍一位朋友 这就是痛骂昏君阳广 打死严巡 杀了宰相的小儿子宇文成会 一心要推倒隋朝 接了黄刚的英雄 程耀金 这边坐 坐 请 诸位英雄 诸位好汉 今天 咱们 为秦老伯母 祝六十大寿 奇迹一堂 真是天在难逢的好机会 我以为 何不就此 结尾金兰 煞雪为盟 共服设计 我早就愿意 和众位好汉磕头败靶子了 当今皇上无道官吏横行 残害忠良民不聊生 我们愿效桃园之盟 结尾金兰 现在 大家都愿结尾金兰兄弟 今天晚上 给秦母祝寿之后 蒙示 皇天后土 皇天后土 过往神灵在上 过往神灵在上 信誓弟子 义气相投 信誓弟子 义气相投 志同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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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效桃园之盟 愿效桃园之盟 昏君无道 昏君无道 民不聊生 民不聊生 为拯救天下 为拯救天下 各路英雄齐齐齐甲家楼 各路英雄齐齐甲家楼 劫干齐 劫干齐 共灭随朝 共灭随朝 现在宣读金兰谱 老大魏征 老二秦琼 老三徐茂公 老四程尿金 老五善雄信 老六王军可 老七游俊达 现在抓获的八十九名香马 都是要犯 你们务必加强防范 警府上核准明天五十三刻 开刀问斩 四十五地杜差 四十六地罗成 我们四十六位兄弟 皆为金兰之号 那咱叫个什么名字 打个什么旗号啊 咱们山南的海北的 山东六府的英雄聚在一起 我看就叫英雄会吧 好 就叫英雄会 大哥二哥三个 人无头不走 鸟无头不飞啊 咱们英雄会也得有个领头的 说得对 我们要有个领头的 我说卫大哥 其二哥吧 我说徐三哥 徐大哥 还是徐三哥吧 那就三弟牵个头吧 还是三弟牵头好啊 好 既然大家这么信任我 我就先当这个头吧 现在 咱们各山寨有许德弟兄 被官府抓进了大牢 明天就要开刀问斩 我们英雄会的第一件事 就是去解救他们 劫牢反育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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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老师兄会起义造反 结大牢 恼怒了老贼杨林 他率领十万大兵追杀咱们来了 此地不宜久留 咱们得找个立足之地 咱们带领山东六府各山寨的人马去占领瓦岗寨 大队 大哥 二哥三哥 杨林率领官兵快追上我们了 我们怎么办 怎么来得这么快 三弟 前面就是瓦岗寨 寨主宅让如果不容我们 我们就陷入困境了 是啊 前有瓦岗军岛陆 后有杨林大军追赶 咱们不能再走了 情况非常紧急 再走就要受到两面夹击 我们会 一败涂地 跟杨林拼了 不是他死就是我活 不 我们要打败杨林 给他来个出其不意 对 咱们杀他个回马枪 可杨林的一队水火丘龙棒 二弟的双减也难对付啊 我看 只有罗前帝的罗家枪能打败杨林 好 四弟 你传我的命令 后队变前队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冲向敌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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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快点 咱们要迅速占领瓦岗寨 等杨丽蒙醒过来会整队人马立即追上我们的 对 我们要立即占领瓦岗寨 来 来 来 将军 我乃英雄会秦穷秦淑宝事业 请问将军是 我乃瓦岗山寨主宅账 人称金钱道 请问秦将军 你们英雄会十万人马到瓦岗山寨何干 翟将军 我们英雄会是有雄兵十万战将百元尚无立足之地 向借地兴兵与将军合兵一处共图大势 不知将军以下如何 什么 你说的好听 你名为借地兴兵是为抢占马刚欺人太身 翟将军 说哪里话来 我英雄会非是来夺取你的山寨 是乃真心与将军合伙 共同推办随朝 解救百姓与水火 秦穷秦将军 你休得用花眼桥与匡我 休走 探查 大宝看我了 大胆铁城 竟敢如此大眼 弟兄们 给我上 把铁城对视翻灯 杀 好 好 走 走 来 好 嗯? 是 死 猛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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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弟三幅定瓦缸 迫使宅让大惊溃败 当寨主的事你和四弟谈得如何 他死活不从 他说当寨主就是当皇上 他还说当皇上 从古到今没有一个好人 他不愿意当坏蛋 那就让他做个当朝的好人 他不愿意的第一个好皇帝吗 龙无头不行 我已算定 论病相论品格 论功行赏 都该是成四弟当头 对 不过咱们得想点办法 把他说成是天意 他就不敢不一了 有道理啊 大哥二哥三哥 朕让那小子压上来了 升堂 走 走 走 你小子见了我哥哥怎么不会 我宰了你 四弟 不得无礼 翟将军 受委屈了 我秦琼和众家兄弟多有冒犯 还请大寨主海涵 翟将军 多有得罪 多有得罪 翟将军失礼了 三位将军 翟住 我说 翟将军 我老程是个粗人 别见怪 我听我哥哥的 他们给你赔礼了 我也就给你赔罪了 程将军 三位将军 你们到底想让我怎么样 我们久闻将军大明乃当世豪杰 我们的心跟在山下是一样的 想与将军合伙 为民伐随共图大势 不 各位头领 瓦岗山后白龙岭踏了个地穴深不可测 不知主何吉凶 坏了 天塌地陷了吧 大哥 张将军 咱们去看看 好 走 看下去 去看看 你平道之间 派个福大命大之人冒险下去看看 你们狱子上来了 人狱子上来了 保抵了 真可警 一定下到你了 对对对 对对 等一会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魔国 这是皇上穿的龙袍 弟兄们 你们看 这上面写的什么 奉天承运 承咬金英利 混世魔王大德天子 什么 那上面写的什么 让我当皇上 不敢不敢 这上面写的明白 承咬金英利 混世魔王大德天子 这是天意 你不干怎么行 是啊 那没错 让你当混世魔王大德天子是天定的 这 我说弟兄们 我是个犯思严 卖耙子的 大字不识一个 我当不了这皇上 四弟英利皇上 这是天意 天意不可为 你不干也不行 好好好 我认了 为了打倒昏君阳广 推翻随朝 我就先当这个皇上 好好好 好 我已经算好了 明天就是皇到极日 请四弟登基 做混世魔王大德天子 晨冷皇拜 混世魔王大德天子 万岁 万岁 万万岁 罢了罢了 弟兄们 起来 起来 这是怎么话说的 谢如伦 众位兄弟 咱们立了大魔国 有了瓦冈寨这块安神立命之地 我们要同心协力 把隋朝推倒 杀死混军阳广 宰了那些乱臣贼死 给老百姓出口冤气 我们还要为混世魔王大德天子成亲 娶一位正公娘娘 我们要去除王大德天子 来牵牵牵牵牵牵牵 해� 国家 军阳广 延长 我老程又有今天 也娶媳妇了 这就是我的朝阳正宫 娘子 咱们两个谁没见过谁 你没见过我 我也没见过你 可是我早听说 你美如天仙 今晚 洞房花烛夜 咱们两个要好好的饿活上 是你 是你 我的妈 你不就是那个卖盐的吗 什么惠世魔王大德天子 我的妈 我是卖私盐的 你不也是卖盐的吗 咱们卖盐的 就不能当皇上了 我现在是惠世魔王 大德天子 大摩国的皇上 你现在不就是我的爱妻 正宫娘娘了 那我也不愿意 我的妈 娘子 我的正宫娘娘 别哭了 其实 我早就喜欢你了 君子 我让你喜欢的圈子 我让你喜欢的圈子 我说娘子 你怎么敢打皇上 我打的就是皇上 我说娘子 你还真有俩下子 你这么厉害 谁敢娶你 谁让你娶我了 别打了 别打了 娘子吃苹果 谁吃你的 娘子 别再打了 你要再打 我就还手了 我看咱们现在就上床吧 打吧 打是其骂是爱骂 我说姑娘 别哭了 别哭了 你听我把话说清楚再哭好不好 我说姑娘 是这么一回事 你这一哭 我就明白了 你不乐意 我还不乐意呢 这事 不能怨你 可也不能怨我 都怨那个牛鼻子老道徐茂公 他左说右说 也不说姑娘是谁 非要我娶亲不可 你这一哭我明白了 你还是嫌我长得丑 你也不要哭了 怎么办 你不乐意 咱们就算拉倒 这门亲事 就算作罢 我程晓金也不是非要娶媳妇 骗人这 骗人这个大姑娘不可 这个新郎官我也不干了 去他姥姥的 娶什么媳妇 拉家带口的 还有生娃娃 还有老婆管 一个人多自在 我还不干了 姑娘 我现在是混世魔王大德天子 我那满朝的文武大臣有的是小白脸 都比我长得好看 明天上朝我做主 随你便挑 我走了 蔓延的 大德天子 大德天子 怎么 咱俩的事还可以商量商量 魔王万岁 咱们这也是千里因缘一线千 我们已经拜了天地 结了妻 岂有作罢的道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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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愿和你白头到老 你真的乐意了 好好好 你乐意 我也乐意 小白脸长得好看 但他们没有好心眼 小白脸 你别看我长得傻大黑粗的 可我心眼好 你和我成了夫妻 你就偷着乐去吧 我的小宝贝 我们都乐意了 谢谢大家 我 为何我可以留下你了 我大家可以留下你了 我可以列到你了 我跟阿姨 我打来不停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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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